她只是清宫中的一名宫女,死后却与嫔妃之礼下葬 清廷为她举办了隆重的出殡仪式 成年的皇子几乎都参加了,甚至还有皇子为她守灵 这位宫女为什么能够受到清朝皇室成员这样的重视呢? 1625年,蒙古科尔亲贝勒的二女儿,年仅13岁的穆布木泰 也就是后来的孝庄皇太后,嫁给皇太几位侧父亲 苏玛拉姑作为随身侍女,也被带到了后期的新都圣经,今天的沈阳 此后,在长达近60年的时间里,她一直以婢女的身份侍奉孝庄 和孝庄一样,苏玛拉姑也来自蒙古科尔亲部 她原名叫苏莫尔,后来才改名苏玛拉 苏莫尔苏玛拉都是口袋的意思 只不过苏莫尔是蒙女,苏玛拉是蛮女 姑是类似于嬷嬷的称呼 她出生于一个贫困的慕名家庭 很小的时候就进入贝勒府中做了孝庄的侍女 两个人从小一起长大,来到圣经后又一起身处异地 由于长期和孝庄朝夕相处 苏玛拉姑与孝庄之间除了主仆关系之外 她们还是无话不谈的挚友 是随时都可以为自己出谋划策的好姐妹 身处复杂的宫中,苏玛拉姑表现出对孝庄绝对的忠诚 作为诸多陪诈而来的侍女之一 她还因为心灵手巧,工作认真,逐渐在宫女中脱颖而出 1636年,黄太极改国号为大清 为了能够通过不同的服饰,区别不同的等级和身份 黄太极决定理清官员的官服样式 而这些涉及到服饰的材料,颜色,图案的工作 却让文武百官犯难了 这种接近女红性质的工作,她们不懂 这时候庄妃,也就是孝庄,了解到了黄太极这一难题之后 推荐由苏玛拉姑来做这件事情 她原本就是金鱼女红的巧手 既熟悉自己本族蒙古的服饰 又对满族的服饰有详细的了解 平时也见识过汉人的服装 在对比了三种服饰的特点之后 博取各家所长,亲手缝制 制作成功之后,黄太极看了非常满意 当即下旨采用 由苏玛拉姑设计的这套官服制度 一直沿用到了清朝末年 在200多年的时间里没有做太大的改动 黄太极驾崩的时候,孝庄才刚满31岁 却不得不过上了寡妇的生活 正值盛年的太后,很需要一位知音相伴 与她年纪相逢的苏玛拉姑 自然就成为了最佳人选 身为太后,由于公归所限 一些私事,甚至是公事 孝庄都不方便抛头露面 苏玛拉姑就成了孝庄的联系人 顺治初期,多尔滚设政 顺治六岁就继位了 年纪太小,什么都不懂 反而是孝庄展现出了过人的胆识和谋略 多尔滚对权力,甚至是地位 都表现出了极大的欲望 她自然不愿意看见顺治在她妈孝庄的指导下 成功做大做强,削弱自己摄政王的权力 所以故意阻挠小皇帝和太后见面 这种情况下,孝庄更多的是派亲信苏玛拉姑前往探望顺治 从顺治继位到多尔滚去世 苏玛拉姑一直奔波于小皇帝和太后之间 把太后的指导意见,顺治的疑问等机密信息传递给对方 对在多尔滚的掌控下,稳定顺治的地位起了重要的作用 因为出身贫穷,苏玛拉姑早年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直到她入宫之后,这里有良好的教育条件 她要表现出了自己聪慧,善于学习的一面 很快就熟练的掌握了满语和汉语,能写一首漂亮的满文 后来顺治的儿子玄业,也就是康熙帝出身 玄业的亲妈是同家室,在后宫的地位并不高,也不受宠 玄业也没得到她爸顺治的宠爱 康熙曾经回忆到,正八岁登籍 彼时教过剧读者,有张灵二内侍 剧系名史多读书人 也就是说,康熙八岁继承皇位后才开盟读书学习汉文化 而且是跟着两个前名的老太监学的 如果说康熙很晚才起步汉文化教育 而且还是来自于两个前名的太监 那么她更早之前所受的满猛教育 竟然得知于一个宫女,苏玛拉姑 甚至不重视康熙,而孝庄却很喜欢这个孙子 所以派苏玛拉姑去照顾教导康熙,康熙的满文启蒙老师就是苏玛拉姑 等到康熙长大一些之后,宫中流行天花 虽然贵为皇子,但是她还是染上这一致病的瘟疫 随后被送到紫禁城外的俯佑寺中休养 有新史学家说,当时的天花致死率是非常高的 所以年幼的康熙被送到寺庙之中 也说明了她当时根本就不受重视,有点放弃治疗的意味 好在她的身边还有苏玛拉姑的照料 最后奇迹般的痊愈了 不久她爸顺治病逝,她被遗诏指定为继承人 有的资料说,康熙之所以能够继位 正是因为她已经出过了天花有了免疫力 以后不会因为这个病有性命之忧 在康熙的心里,苏玛拉姑始终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既是保姆又是家庭教师 对幼年的自己给过长辈的温暖和成长的培养 1687年,75岁的孝庄病逝 这时候苏玛拉姑也已经76岁了 当初她陪着孝庄一同入宫 共同度过了60余年的时光 两人不是亲人,甚至亲人 苏玛拉姑悲痛之余 不得不向伺候了大半辈子的主子告别 但她没有就此离开宫中 而是接受了新的工作 抚养照顾康熙的第十二子映桃 这应该是孝庄生前有意的安排 毕竟一生未婚,没有后代的老公女一旦离开了宫中 生活将是十分悲惨的 因此孝庄在世的时候 已经开始考虑到一旦自己不在了 要给苏玛拉姑留一条后路 按照亲公的惯例 只有平以上的内厅主位才有资格抚养皇子 苏玛拉姑被破领允许承担这份工作 可见她的特殊地位 一方面来自于皇室对她的尊重与信任 另一方面除了孝庄的安排之外 康熙一定也是想到了自己幼时苏玛拉姑曾经起到的教育作用 她对苏玛拉姑给自己的影响必然是肯定和赞赏的 才敢把自己一岁多的儿子交到她手上 好在苏玛拉姑的身体也不错 此后她又活了二十多年 在她无微不至的关爱和孜孜不倦的言传身教下 皇子映桃心理与生理方面都健康成长 康熙末年诸位阿哥为了争夺储位而激烈斗争 几乎所有失灵的皇子都卷进了九子夺底 时而阿哥却是很少卷入者之一 当然不争位不代表印桃没有才敢 在康熙朱子中特别在年轻的皇子中 印桃是很能干的一位 曾经多次奉父皇的命令处理各种政务 由于他明哲保身 在雍正继位之后不仅没有受到打击排挤 相反还被封了个郡王 到了乾隆朝被封为亲王 最后以79岁的高龄寿终正庆 在康熙几十个皇子当中他是最高兽的 当年青宫风云变幻之际 印桃能够平安顺遂的度过一生 与苏玛拉固的精心培养指点教会有直接的关系 1705年94岁的苏玛拉固去世 青宫为他举办了隆重的出殡仪式 成年的皇子们几乎全部都参加了 按照惯例 作为皇子的印桃根本就不需要为苏玛拉固做些什么 但是印桃主动提出丧礼期间为苏玛拉固守灵诵经 在印桃的心里苏玛拉固无疑已经成为了自己的家人 甚至连正在外地的康熙都亲自降狱 将遗体保留14天 好让他能赶回宫中告别 最后 康熙将苏玛拉固以嫔妃之礼厚葬 其灵教与孝庄放在一处 苏玛拉固信奉喇嘛教 因此生活中他会有一些神秘的禁忌与修炼秘密 史书中说他喜好礼佛 晚年的时候开始吃素 一年到头都补沐浴 只在除夕的时候才用少量的水洗一下 然后自己再把脏水喝掉 他把这样做当成自己忏悔的方式 除了补沐浴之外 苏玛拉固还有一个不同于常人的习惯 那就是终身不吃药 不管自己病重到什么程度 他都坚持不服用任何药物 甚至在他病危期间 仲皇子奉康信的命令给苏玛拉固喂服汤药 最后还是被他给拒绝了 就如有些佛教信徒会一直穿着旧衣服 或者是使用非常破旧的物品 认为这样可以消炎 不知道苏玛拉固的习惯是否是出于这样的考虑 好了 今天就说到这 下次见 感谢观看